是這幾個而已 就是你隨便選一個 如果你問我現在就解體了 中國沒有所謂 都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我現在不是記得利益者 他們是從記得利益的角度想這個問題 而從記得利益的角度想問題 就是鄧小平這個人 他是不是貪錢他的兒子 江華公司怎樣怎樣 這些我反而覺得是其次 他最重要關心的東西就是他的評價 就是歷史對他的深厚的評價 這個是中共早期的黨員 一貫性都需要考慮的東西 深厚的評價 就是黨對他的評價 人民對他的評價 嚴格來說 黨對他的評價和人民對他的評價 在當時是掛勾的 因為日本人沒有辦法 有太多獨立思考的空間 基本上是掛勾的 所以他認為他一身人最大的功勞就是 就是想要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有一個特色就是由點到面 就是他樣樣都不搞 黃康石建發展的失敗 因為他在京都搞 東京搞 東京又不是TOKYO的東京 東京就是 所以西京就是落揚 趙康潤政變 西京落揚 東京就是開封 辯京 東京 他在東京搞絕對失敗 因為京城是肯定最多的既得力者 可能改革成功也好 人們會害怕 股票怎麼會跌呢 不知道發生什麼 uncerative就跌 是不是 他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搞成 又可能搞不成 所以鄧小平就總結了歷史上 這麼多次改革 就是在最落後的地方搞 那個地方叫深圳 深圳3千人而已 那個年代 死了就是3千人 就是在他們的角度來講 死幾千人沒所謂的 根據 你自需回憶錄 醫生 就是老毛 毛澤東私人醫生 回憶錄 那時候說美國要扔原子彈過來 毛澤東說由他扔吧 最好死幾百萬人 死幾百萬人 中國人更加團結 更好發展 對,更好發展 就是 所有的 政權 專制政權的崩潰 以及存在 都是來自一件事的敵人矛盾 如果當所有的外國人 針對這個國家的極權 他們會存在 因為他能夠跟人說 現在我們 就是 就是 緊要關頭 咬緊牙關 忍下去 我們獨裁一點都不要緊的 所以古巴會存在這麼久 因為他有美國 所以朝鮮會存在這麼久 伊朗會存在這麼久 因為有美國 美國 促使他們能夠 離開 所以如果大家很討厭共產黨 就不要經常罵他們 就是理論上 其實我很討厭 其實我也經常罵很多矛盾的說話 就是從策略的分析 你應該經常罵他們 很快的倒台 因為沒有人 就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就是這樣 就是 每次走過文件 別罵他們 拍一拍 加油 就是你回家才罵他們 就是你令他自我感受良好 亡局在局 他自我分裂的理由 就是從策略 所以這件事我自己做不到 因為我看到劉剛華 我真的 就是有多少引人犯罪 不要說什麼 我都不疑 就是怎樣都要去 下方去問一下他 這個 這個主觀 就是客觀和主觀是抽離的 所以 理想和現實是抽離的 所以 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 就是當時六四 鄧小平 是基於這個考慮 因為他十年來都是做一件事 由點到面 溫無的改革 當時學生要求他用激進改革 就是馬上要開放保禁 馬上開放黨禁 台灣其實同樣出現 同一年出現的 就是1989年 就是火白合運動 一樣是學生運動 這個和六四關係有關係 1990年台灣也實施民主改革 就是李登輝 是吧 就是李登輝上台 所以有些人經常罵李登輝 李登輝 其實中國歷史上 就是要注定是一個 重要的人物來的 就是你罵他 你真的還真的 但是他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開放黨禁報禁 就是在中國歷史上 從未發生過 從未發生過 所以 還有那些人罵李登輝是漢奸 人是瘋的 他根本不是中國人 他日本人 你罵他漢奸 他哥哥就葬在靖國神社 就是他的血統是 血統和中國人 是不是中國人沒有關係 孔子江疑敵盡中國 則中國之 是身份認同 他在家裡講日文 就是他自己本身 他媽媽也不懂得講中文 他爸爸也不懂 懂少許漢語 主要是懂日文 因為母語 媽媽也分辨是日文 懂一些文藍話 懂少許 他根本不懂中文 在家裡談奧巴薩 講日文 罵漢奸 那些人是弱智的 他是為日本人做了很多偉大的事 即是你罵應該整個日本人罵 而不是罵他 所以這個就是提到華 所以我們評價的東西 要追本根源 去找回一些東西去評價 不是 是印象式的描述和討論 所以整個六四 可以這樣說 他是計成五四 在學生運動上面 但是第一 他沒有那麼激進 我說如果再激進一點 就可以發生到蘇聯 但是那個後果是怎樣 我們沒有重新估計 是不是 永遠都是銀洞的這些 我只能夠說哪個機會大一點 如果中國當時發生這些事情 中國解體的機會是極大 我只能夠說 所謂中國解體就是 所謂新疆內蒙西藏 成為西方的一個控制下的國家 的機會是很大 即是會實施了圍堵中國的一個戰略 OK 即是我們說 即是你問我知不知西藏獨立 我很多西藏的朋友 新疆的朋友 我去新疆師範大學做訪問 他們晚上罵我和我說 我想搞西藏獨立 真的很多人和我說 每晚都有人和我說 我懷疑他們是共產黨員來試探我 但我來看 我一支持明天就抓我 然後我當然不說 我最多回來香港 我跟他聊一下 真的每晚都有人來找我聊 我問他 那為什麼你找我呢 因為跟其他項人聊 聊完那裡跟我聊 聊完那裡 我覺得這些肯定是特務 Anyway 不要理會 即是我樣子是反共的 而且我也是曾經加入過台灣的 國民黨的反共救國青年團 Anyway 不要理會 但當然我不會印在卡片 反共救國青年團 就是這樣 槍斃 除非我是李卓人 有什麼立刻簽紙走的呢 Anyway 這些就不要理會 所以 從這個事件來看 我的分析 這個機會率很高 但你說中國會不會發生內戰 我覺得機會是小的 因為內戰起碼有人打 才可以的 你也沒有人打 是吧 就是 中國共產黨是黨指揮槍的 所以 這個是不存在的 只要 中共那個 最高決策 是決定不打 就沒有問題 那你要找人打 沒有人打 你自己一個人怎麼打自己呢 所以這件事是不合理 有些人說會內戰 最多跟邊境打一打 就是 如果你這樣說內戰 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跟新疆獨立了之後打 這個就很… 這個要問 國際法專家 這樣是不是內戰 一般律師可以說一說 假設新疆獨立了 跟他打 是不是內戰 如果成功就不是內戰 就是如果成功獨立了 失敗了就內戰 對 都是成王敗寇 這個不要理 所以這個估計也是很大機會 但是 你說 那是不是又是災難中國 會萬劫不復呢 在鄧小平的角度 當年剛才我跟我說 他未知之數 他要保住他改革開放以來 因為大家知道 在改革開放以前 中國那二十幾年是過了什麼生活 是文化大革命 十年 再之前是大躍進 大躍進是死了多少人 大躍進是死了數以千萬計 我不知道 輝正清的估計三千萬 之前那個 杜… 那個專家那個 水道專家那個 中國那個 北京那個 很出名的 估計四千萬 不是… 忘記叫什麼名字 三個字的名字 whatever 都記得了 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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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季節性死了現在 開始差了 以前真是過目不忘 那… anyway 我當你中間數吧 一個三千萬 四千萬 三千五百萬 那也很穩陣 抗日戰爭死了多少人 八百多萬人 就是… 大躍進死的人 是多於抗日戰爭 屬以… 倍計的 我不知道多少倍啊 沒有人可以猜 就是幾倍計 這是多於人道災難 這個不關天災事 因為當年大躍進 第一 剛才我說的黑魯曉夫事件 中蘇斷交 但蘇聯仍然說 喂 給一百多萬噸糧食 毛澤東呢 毛澤東說不要 我們中蘭治日更新 同一時期 非洲發生巷災 我去中國 拿了幾十萬噸糧食去 同一年來的 人道救援自家兄弟 OK 但是… 這個是中國人的特性來的 就是那些… 在家裡 窮得窮那些 老婆沒有放開那些 有些兄弟來 借錢給外營那些 很多中國人都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些人道災難 中國災難來的 以及文化大革命 對中國的 是幾千年來的 最大的影響來的 就是文字獄 清朝之文字獄 是比起有學者做過 今天的文字獄 不及清朝的 10% 知道嗎